有一位教授有讲 他说能量医学可能都要淘汰了 要变成讯息医学 当然这个是一个字眼上的差异而已 可是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这个小宇宙 是怎么运作的 为什么今天在讲气电场疗码的时候 大家没有听过 它其实也不是新名词 刘老师刘县平老师 他会从黄定内经去讲 去讲这种讯息疗法 我们蚊子 我第一次见他 本来约在咖啡馆 他竟然说我在对面晒太阳 就是很有名的信义会馆 1010那边有个信义会馆 常常很多人在那边拍照 那边不是很多的土坡吗 他就躺在那边晒太阳 那为什么晒太阳呢 他是充太阳能的人 所以就在那边 我们就坐了两个多小时 他是靠太阳能充电 所以这个气电就不是讲的 而且是很自然的 不是通过什么 不是通过我们这多少 那个叫什么 瓦特还是福特什么的 这衣服要脱掉吗 这问题好 你的充电是脱掉比较好呢 还是穿的衣服也不影响 穿少一点刚好 脱掉就有 我们蓝大姐讲了很多 这一排吧大姐 这一排 这一排后面 是 因为男生 他胃非常不舒服 就是 红衣服的吗 不是 直接讲了胃不舒服举手了 来过来 我直接吃饭了 我们就直接切入了 因为那个刘宪平老师 在吃了 那我直接吃饭 待会就是 问他的感受 大姐有个椅子 一个椅子坐我旁边 我们不认识吧 不认识 不认识哦 我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在打他 来来来 OK 那大姐 帮你了 那我就边帮他运作了 你还没介绍完啊 还没介绍完 他现在中英有一个工夫过程 OK 要摄影吗 对 这边有拍 对的 有 这边已经在拍了 把气露下来 我不认识哦 是哦 对 因为蚊子 我们刚刚看他是 拄着拐杖进来的 那老兄也太天才了 从三楼掉下来 但是 今天还能走进来 三楼掉下来 来来 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啊 我在原山坊店后山 那有一个爬山步道 我找到一个 很好的地方 可以溢诊 但是阳光晒不下来啊 就开始要修剪他嘛 那阳光照进来 有个数非常高 我上去了 据了他 第一只 第二只 第三只 就从我这里过来啦 我就跳下去啦 因为我不跳的话 我会被他压到 你们如果有机会啦 这样我一整个位置 就在那里 讲完啦 好 讲完 知道了 一个重点 三楼下来 也不太相信 不错 也走进来 也有结果 还不错 OK 没事 来 我还以为他需要专注 之后他还忙去讲话 然后我现在介绍一下 这个位置 我现在胖的位置是胃 大家看一下 他是胃 左手右手一样吗 一样 他是胃 他是胃 好 我现在先 没错 就这里 他是胃 但是 要解决他的问题 有三个位置 现在第一个位置是五位 待会有肠 然后他腿上 他腿上还有一个位置 好 然后你待会问他 感觉如何 就这样 但是一个重点 做完之后 气场要进去 就像我们在清水沟啊 水沟啊 你要清水沟啊 卡住啦 水沟不去啦 你清完之后 你水没有冲 他过不去的 我们他们的中医啊 犯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 最后那一道没有做 好 现在 清水沟 最后一道清水沟 没错 然后大姐 我再讲一下 你就拿着吧 我这个位置啊 在中医 我们皇帝内经里面 他不管味 他不管味 他不管味的 这些位置都是我自己发现的 就这样 所以我后来跟刘宪平老师就变好朋友 因为他痛风我自豪嘛 他从皇帝内经去碰都不会好啊 结果我碰了他两个位置 一天内他好了 然后我就跟他变好朋友了 那希望我跟他一起 刘老师 然后他是 我认识最有度量的老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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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的偶像 看看 来 刘老师请 有请有请 刘老师特别赶过来 好 那就 要看痛的程度 刘老师 欢迎你 欢迎你 麻烦你 这个待会我来发一下 您好 我来发一下 我先找出来 好 我们大哥来 他站着我还没坐 你不用客气 您是大师 我们是小师 你看大哥就这么客气 嗯 刚好 那我看刘老师卖手工具交给你 哦好 你跟他互动 我可以 我必要的时候再拿一个 谢谢 昨天吧 昨天开始打架 打架这个舞台 那是因为 太高兴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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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您家请坐 请 对 大家好 新年新气象 祝福大家 谢谢 健康快乐 万事如意 谢谢 有问题的话 我们多多交换意见 多多沟通 好不好 我研究黄帝人经 研究把脉 这个 知道的太少 不知道的太多 要来跟大家多多学习 谢谢大家 也谢谢怀恩 跟彧婷 谢谢 因为我有伤到眼睛 刚才文子讲了 他像个艺人一样走进来 有伤到眼睛 嗯 谢谢 谢谢 你是说跌倒有伤到眼睛 是不是 都有啦 嗯 他要摄影 我可以放给他看啊 都是黑的 哈哈哈哈 有伤到眼睛 哪有伤到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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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解读一下 没有 大哥他是胃痛嘛 我打这个穴味 嗯 然后后头会两个脉脱给他 其实会 最好是两个脉脱 对两个脉脱 对两个脉脱 我们那个 不要拘移形式了 大家自由自在 对开心一点啦 我常常讲今天 什么都不缺 压力太大 我们尽量不要给自己压力 大哥 痛就不痛啊 哦 挺痛的感觉 大哥我先讲 是 都还没有介绍病患 本来今天我要表演个parking 让他停下来 就我先点名他啦 是是是 然后 我跟他不认识 是 我可以温柔一点 但是 不是比较好切 好啦 OK 放松了 大哥 我打他的胃精 打他的胃精 打他的胃精 入胃 入胃 吃牙血要入胃 挺好吃 滚 滚滚已经说了 胃是后天的根本 所谓后天呢 就是 筋脉肉皮骨 我们这个物质结构 物质结构的根本呢 就看你的胃的功能好 或者不好 那实际上牵涉的是什么呢 就是 饮食营养的消化吸收 那蚊子现在给他用的位置呢 那个是 手太阴肺经的 一个重要的穴道 我们叫做鱼肌 其实它是一块 就是这个 大拇指的根部 这一片 这个叫鱼肌 好像一块那个 鱼的肚子一样 这个上面有个最重要的穴道 掌骨的正终点 叫做鱼肌穴 那个穴道属火的 属火的穴道呢 最容易 凝聚所谓的寒穴 那按照我的猜测 当然我不理解了 不够理解 蚊子它是室外高人 大哥 没有 我是从黄金鱼肌 有性的角度来讲 通常 我的实战经验 这个人如果通的时候 那个痛点 他会打嗝 会打嗝 就通了 你打嗝了吗 还没有 有一点一点 昨天晚上打到现在 刚刚你们打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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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打一个小哥吧 好 那没关系 你现在 有没有感觉 从近来到现在 有没有改善 有啊 有啊 有 有 好 来来 一步一步来 待会我要碰他的肠子 好 大哥 就继续 按照我的理解 有限的 这个 知识的层面来看的话 他从这个穴道进的气呢 可以 帮助他把那个寒气排掉 驱寒 然后可以暖胃 那按照药理上来讲 按照食疗的效果来讲的话 就等于给他一大杯的 红糖浆水 红糖浆水下去以后 他那寒气打出来了 消化吸收马上可以改善 但是 理论上来讲啊 绝大多数的病毒治疗 不光是治胃病 因为 属于 啊 筋脉肉皮骨 只要是物质层面的 问题 都可以获得环境 所以有人说 生姜 煮汤来喝 那个就是 很好的 药用的 食材 可以解决 绝大多数的 所谓的 健康的问题 没有 他说手法挺特别的 没有 有问题 可以发问 有没有问题 那还有痛风的问题 痛风啊 痛风就是寒气排不掉 尿酸 基酸 就是属于寒的 病 他 他 在体内没有得到 很好的运作 没有办法完全的排除 就堆在体内的某个地方 通常发在 足太阴脾经的 重要的穴道 就是在脚上的 大拇指的那个关节 在脚上 出发的时候 最容易发 这方面我是专家 因为我曾经发的很 常常发 平平发 哈哈哈 就像刚刚讲的 蚊子帮我处理 效果很好 这个小姐 你怎么知道他有痛风 我知道妈妈 哈哈哈 这是神医 这是神医 神医 他的表情啊 要看就知道 好痛啊 肠子也出状况了 是啊 这是肠子的位置 来 肠子的位置 对 这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看清楚 这两个 大部分 你说这个 这个 这里吧 这条筋 这条筋 我摸摸看 对 没有 对 对 对 了解 果然有一条 肿的筋 按会痛 筋会肿 按起来比较痛 那我就温柔一点 强灌 其实我如果碰到女生 我是不会按 我就直接用强灌 一样会解掉 但是我会很累 男生的话 不客气啦 哈哈哈 让你不要看我的脸 就好了 哈哈哈 那是好的快 哈哈哈 谢谢 我有一份 我有一份讲义啊 各位都拿到了 好啊 我是从 比较肤浅的角度来看 信息能量的一个治疗 气场在走 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个物质的世界 眼见为平嘛 物质现象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可是背后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能量的世界 佛陀他讲话就比较精准 他说物质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 从那个角度 从更高的层次来看 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都是能量的运作 那什么叫能量呢 简单的说 就是做工的能力 做工的能力有很多啊 推也是做工 拉也是做工 急也是做工 压也是做工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做工的能力怎么样区分呢 按照皇帝内经理论来讲 信息可以赋予这个做工的能力 给它一个正确的方向 给它一个正确的功能 能量就是一个载体 能量是信息的载体 那信息是什么呢 按照佛家来讲 今天有师父在座 我就搬门弄 请师父指导 我讲的不一定对 信息其实就是念力 意识 潜意识的影响力 就是我们所讲的信息 不管你有意或者无意 这个信息都会影响所谓的能量 能量受到信息的影响以后呢 它就有一定的方向了 有一定的功能了 就跟我们的生命直接挂钩了 按照我们老祖宗的理解 老祖宗的规划 有意义的能量 不管 有意义的能量跟没有意义的能量都一样 只有六种 没有第七种 这六种能量是什么东西呢 黄金天金菜讲的 春生下长秋收东藏家变化 所以是六道轮回 所以是六根六尘六事 那我们所谓修行爱也好 或者追求人生的真理也好 不外乎就是想办法 能够理解 更精确的理解 生长变化收藏 这个六气 这六种的信息能量 然后呢 顺势而行 全力以赴 就把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善 打个岔 需要他 去讲一下他的感觉吗 OK 现在可以 来 打个岔 使用前 使用后做一个 对照 就 按的时候是蛮痛的 说实话 可是 当他按住不动的时候 其实到没有那么痛 主要是在 可能在推那个气节的时候 就比较痛 但是 就是觉得 至少现在没有在打嗝 对 或者说 你要说 按完之后 我像女朋友一样握着你的手 有没有一股热 有啦 有没有能量的变化感到 一股热气推进去啊 说实话我感觉比较迟钝 说实话 不过是真的 就是说 可能就是像老师说 因为寒气在里 脂房太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他感觉就是说 整个手很热 然后 因为刚按的时候 不知道是痛的关系 反正就是冒汗 对 那就感觉说 可能因为他推寒气 自己就感觉真的瘦了 是冰的 自己感觉得到 就是手是冰的 所以知道吗 然后他手好热 那就是 对 那现在呢身体的感觉 为了 就 就是没有在打 因为讲重点 我不认识 我们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看出来 我也不舒服 就把你点出来 我刚刚坐在后面 还想说是后面的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你走一段吧 你待会走路还会打嗝 好 然后会再有要讲 其实按我的理解 蚊子大师的这个 这个能量的 你是大师 我叫蚊子 没有大师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下雨太大 我是大师 另外一种就是我这种 语不敬人 貌不压重 这个 说了半天 大师所望啊 也是大师 大师 没有他 那个 刘老师谦虚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说实话 我最佩服的老师就是他 知道的太少 不知道的太多 所以绝对不可以放过任何 成长进步 吸收新知识的机会 这是我的底线 我的基本态度 所以要跟大家多多学识 大哥你继续说 我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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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情况 每个是我的秘密 你刚没记得也没听到 他要去冲 他身上熬推 所以我今天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今天选了 晚上来给大家讲课 这个对他来讲 是不太 不太慈悲了 因为他喜欢啊 阳光 他需要阳光 他在阳光下 晒着太阳 帮我们调气的时候呢 他可以非常省力 谈笑风生 他没那么辛苦 所以刚才我看到 他这个比较吃力 比较用力 实际上他比较辛苦 他的功能 我认为了哈 他所能够做的 就是一个太阳能 能量的一个转换 很理想的一个转换 他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们都是载体 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收音机 也是一个很好的广播电台 那他当然是更出类拔萃的 据我理解 他可以直接用太阳的能量 晒着太阳 把它的太阳能量 转换以后 就好像一个植物一样 那个叶绿素的功能 他比我们一般人类 更精确 精准 他可以把太阳能量 抓下来以后呢 转换成我们人体 所需要的 然后供养我 那还需要吃饭吗 有一天可以不吃饭 理论上可以不吃饭 有人说你乱盖 对对对 我是乱盖 这个 人类的生命现象 是非常奇妙的 刚刚我们 我在另外一个会上面 一个老先生说 他那天见证一个 一个朋友的表演 他把鼻孔贴起来 夹起来 停止呼吸15分钟 神态自若 没有问题 就大家觉得很惊讶 很了不起 我说对啊 还有更了不起的 可以让心脏不要跳动 修兵 等一两个礼拜以后再出来 重新跳动 可以做得到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人家杨定一 杨博士多年以前 他主持过这种的 研究计划 所以我们对自己 生命现象的理解 确实非常的不够 这个世界无奇不有 尤其我们内代的宇宙 无奇不有 可以值得我们呢 多下一点功夫 多做一些认识 让我们的生命呢 更有效率的发光发热 因为人生不止如此 我觉得哈 人生积极盈盈 为了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 其实是灵魂的演化 人类生命的演化 或者说宇宙生命的演化 地球生命的演化 从来没有停止 虽然很慢 但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都是心灵演化的尖兵 我们走在最前边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中国的文字最奇妙 中国的文字本身就是土疼 就是福庄 啊 我有一阵子治病 我研究到了 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阵子治病啊 我就开个药方 中药 我是开中药习惯的 开个药方 给病人以后呢 病人就问我了 按照规定 这个 这个 有休养的病家 会问医生 你那个方子 我去哪里抓 比较理想 那我 我有一阵子就说 不用抓 我的方子开出来 请供参考 不用抓药 你装口袋的就行了 开个药可以治病的 那太慢了 因为开药要开很多 要写很多字 我这个人懒得要病 后来我脱发七强 我干嘛写字呢 哪里疼 我就写纸疼就好了嘛 还要拿纸拿笔嘛 我就在你身上写纸疼 你就不疼了嘛 理论上是应该做得到 当然 我这个德行还不够 所以 不够理想 我不敢用这个方式来行医 来济世 但是我是提醒大家 有这个可能性 发言了就是消炎嘛 真的 所以 有人说 眼界 决定这个 事业 决定你的发展的方向 那你的态度呢 决定你的高度嘛 所以 在新的一年 我也勉励自己 也勉励大家了 务必要 知足感恩 这四个字 让我们的人生 利于不败 知足感恩而已 然后呢 乐观积极 凡事啊 不看那个不好看的 不看那个短处 然后多多的赞叹 这样可以保证 我们的心灵演化的任务呢 更快一点的完成 哎 我废话太多了 因为要 该讲的 都在纸一张 我最喜欢这样 白纸一张 回去自己研读 有问题的话呢 诶 可以 我在FB上班了 上FB来交谈嘛 任何问题 我都愿意 愿意回答 如果有时间的话 如果我知道的话 不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不知道 很简单 我不知道太多了 所以你对我的问题 也不要抱太大希望 但是 真正欢迎 我们用FB来 来 来联络 来沟通 任何问题都可以 FB不是FBI 对 FB没有钱 上班没有钱的 FBI的话 不上班都有钱的 那不一样的 脸书 脸书 就打那个留言给 Facebook 不可 非死不可 FB 我上脸书 上脸书太过了 我发现最近 眼花缭乱 坐在电脑前面太久了 所以现在有点害怕 有点多远一点 信息能量 主宰我们这个花花世界 主宰我们本身的身心灵 从黄帝内经的角度来讲 它更不谈身心灵的 它讲气 气就是信息能量 它涵盖身心灵 涵盖一切 所有已知的 跟所有未知的 那精华的重点 就在这一篇里面 怎么样练功 怎么样 发功 怎么样帮助自己 怎么样帮助别人 这一篇等于是黄帝内经的一个浓缩 精华版 黄帝内经十几万字 结论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大家嫌啰嗦的话 结论更简单 八个字送给大家 人心人数 六七五行 六七就是我刚刚讲的 生长变化收藏吧 非常非常简单 五行呢 那木火土金水啊 是五大系统分类 中国的学问都是这样子的 若是太复杂的 那不是中国学问 那是瞎掰的 那中国学问另外一个派 就是瞎掰的 瞎掰的多了 那我这个人不太习惯瞎掰 就比较笨 不会瞎掰 只会说实话 所以你看我的文章 我引用的文章里面讲的 他讲的说 第三行吧 天运 就是自然的现象 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作规律 当以日光明 去看太阳就知道了嘛 就要像太阳那样的 大公无私 非常光明的 非常坦荡的 而且它是有能量的 它的能量是有功能的 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光 它的热的 我们受它的照应 所以啦 阳气 因而上 为外遮掩 它就讲免疫系统的功能 免疫网络的存在 免疫网络的作用 就是太阳能量 是最大的根源 我们地球所有的生命现象 通通利用的太阳能量 不管我们人体的建材也好 蚊子老师应该是我看到的 我叫蚊子啦 不是老师 不是老师喔 是小师喔 蚊子老师他是 非常善用的太阳能量 当代一流高手 当时舞愧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他走回来感受他 喔 回来 对对对对 就回来 好回来 来 快点 就 刚刚 文子老师就让我出去走 就是一小段路 然后慢慢从自己 处于一个最放松状态 一小圈回来 也就真的像他说 也就是说 在路上就真的打了两格格出来 但是基本上就已经 就 没有什么 就好很多了 对 基本上就是 没有什么太舒服的感觉 对 后续呢 后续呢 后续啊 我刚有帮他的啊 他是颈椎 我就是 来 来 就就 你坐啊 你坐啊 其实啊 我不是医生啊 我从小啊 哎呀这一段是 下一次再讲的 这一次可能就 一定有讲啊 对对对 其实啊 那个人如果接近我两米啊 他哪里曾经受伤我都知道 那叫直觉 对 我的直觉比 就是 但是我解释叫 电场反射 我都带电离子了 这么远啊 超过两米啊 是在那个后面嘛 我都知道 嗯 都要打堆位置啊 他就打下去了 我都懂 這個是 神經蟲這一塊是 因為小時候比較調皮啦 我其實我沒練什麼書啦 但是我的直覺啊 欸小時候同學啊 他欺負我啊 他好大隻啊 我就一出去他就倒了 我打到他的神經蟲 就這樣子 那一段不講 我剛剛有在外面 處理他的神經蟲 就是雞嘴 神經蟲 只要開 動物的問題 胃的問題就沒了 但是一個重點 我在快三年啦 兩年前三年我上過三立 我在15分鐘內 讓記者外景啊 三立的記者叫王之軒 手上 在黑金消失 放著 那個叫蚊子的也是我 就像今天晚上戴墨鏡 不想被人家認出來 我沒有師父 我從小接近病人啊 我會很熱 我跟蘭大姐講過啊 我非常討厭宗教 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 我在十幾歲 我接近病人 我很熱 我的親人 他病危 你 如果南部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 你耍到嗎 去耍到 後來我出社會之後 結果我是三家公司的老闆啊 我也做日本貿易啊 我也營造廠啊 結果我接近我的朋友 沒有多嘛 難免有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住院啊 我會很熱 結果我退縮了 後來無意間我才發現 其實我發熱是能救他 所以我非常討厭宗教 的原因在這裡 我到現在 都非常討厭宗教 太多了啦 就是哎呀 你去殺到 然後問神啊 媽女怎麼樣 我很多朋友 我可以救的 我都失去了 當我後來 我已經發現 原來不是這樣的時候 我哭好幾天 我一直在流淚 家人 親戚 很好的朋友 我可以救 救不了 走了 其實 當我發現我可以的時候 我常去教護病房 兩個人進去嘛 我常去啊 血癌 她媽媽說 去檢查後來恢復啦 她媽媽說 這邊可以講醫療啦 大哥 大姐可以啦 她媽媽說 這個孩子給你當乾女兒 去檢查 醫生說暫時不要換骨髓啦 在我們的第八節 疲倦 灌啊 拿了開 壓迫 她是高一啊 突然病發 她走個十米啊 她就蹲下來要吐 頭暈 我去觀察她 其實我以前是運動員 她 從小練柔道 到了高一突然病發 我去追蹤這個問題 我是講科學的人喔 我幫她灌了兩次 慈濟的大姐 那個慈濟啊 在那個宋山 那個佛光山大樓 大姐帶我去啦 去幫忙 她好啦 她媽媽說 給你當乾女兒 我跟她 我回她一句話 我說等我有錢一點 我再回來找她 因為我已經很多乾女兒了 我到處出手了 啊 包光地 可以說我可以理解啊 文子的感慨 具體說明了 她這段話說明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 知識就是力量 沒有知識的時候 就用自己那個 似是而非的那個理解 來看這個事情 常常有偏差 常常出問題 這是我們人類的悲哀 因為我們的腦子太小 智慧太少 我們知道不夠 這個世界 自然現象的運作 它是千奇百怪 有很多現象 不是一般程度可以理解